大家好 今天我們談的是中美之間最新的爆發的情報戰 在2010年的時候 CIA宣稱他們所獲得的情報 不管是質量或者是數量都是空前的好 他自誇說這是因為他們多年以來 布建在中國政府內部的線民所導致的成果 但是在從2010年開始 一個接一個線民被逮捕下獄 甚至有的人公開的在他們的政府大院裡面處決 以警校友 那個時候估計有18個到20個以上的線民 整個美國在中國大陸的間諜網 就這樣子被整個殲滅了 大家如果還有印象的話 從2012年開始 中國的政局進入了非常扑朔迷離 非常動盪的時代 當時在3月15號薄熙來被撤職 兩天以前 當時的中辦主任令計畫的兒子令虎 在北京發生的車禍 北京謠言滿天 可是那個時候 CIA拿不到第一手的情報 歐巴馬政府 每天緊急的要求他們提供最新的情報 只有兩種不同的解釋 有一個解釋說 因為內部出了內監 這個主要是FBI他們認為的 因為有內監提供了大陸整個的間諜名單 才使得整個間諜網被破獲 那CIA不肯承認這個事情 他只說 這是因為過去傳遞情報的方法 也許過於笨拙 像約一個餐廳見面 一再都在那餐廳見面 老早大陸就知道了 買通了裡面的服務人員 甚至裡面設了竊聽器 到了最近 總算整個調查的方向指向於有內監 把這個名單洩漏給中國大陸 所以才導致整個的情況 這個情況像什麼 就像之前 大陸國安部北美局的局長余強森 當時投奔到美國那邊去 然後供出了 在美國內部有一個大間諜禁無患 余強森其實是 中共政協主席余政森的哥哥 在大陸內部非常的重要 但是他是負責北美的 按理來講 他不應該知道禁無患 因為他跟美國人接觸太密 會有泄密的嫌疑 可是他 偶爾從整個的情報延期 上級的口風裡面 知道了 美國內部有一個自己人 然後他偶爾又看到了 這個自己人在什麼時候會到香港 他的行程 他的旅館 把這個事情報到CIA 最後破獲了禁無患 FBI跟CIA 他們聯合組成一個調查小組 他們開始調查 主要集中在 曾經待過美國駐北京大使館裡面的人員 他們一再地盤查 終於發現了他們鎖定的目標 是叫李正成 李正成他是1994年加入CIA 然後到了2007年的時候離開 因為當時升遷不順利 後來就到了香港 香港他在拍賣公司做了一陣子 他是在15號也就星期一 進入肝癌的機場的時候遭到拘捕 聯邦調查局其實老早鎖定他的時候 曾經在2013年引誘他回來說 我們CIA現在有一個臨時契約外包的工作 請你回來做面談 利用他回來的時機 FBI去搜查了他的行李 搜查了兩次 發現他有兩個步子 一個步子是電話簿 裡面登載了所有的縣民的真實名字 畫名以及他聯絡方式 另外一個是一個筆記簿裡面記載的 他當時在北京跟這些縣民 會晤談話的相關情況 後來引誘他回來以後 CIA跟他做了五次的面談 他從來沒有提到這兩本步子 可是當時為什麼不逮捕他呢 一直到現在 有一個說法是 CIA在釣更大的魚 看誰跟他接觸 也許在美國也許在香港 知道這個人的背景 將來可以抓到更高層的人 可是我當時也有一個說法是 因為證據力太過薄弱 最後不得不把他再放回香港去 因為這裡面 李正成的筆記簿裡面 登載的全部都是他曾經經手過的事情 當然你持有這個筆記簿 是違反保密的規定 可是老實說他原來就知道這些事情 他其實不需要這些筆記簿 也可以把這消息給洩露出去 所以最後是不是能夠定罪還是不一定的 CIA現在更擔心說這可能是一個大陸開始使用的一種手法 就是不是吸收限職人員 而是吸收已經退休的人 最近陸續還發生退休的另外一位CIA的幹員 以及前國務院的官員都是被打工吸收過去的 不過老實說這也沒有什麼好奇怪的 對台灣的這樣的情報手法已經行之有年 奇怪的是老美對這個事情完全沒有防備 今天謝謝您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